大家好 这是我之前买回来的一整株这个食物栏 然后呢 当时是粘体的 我给它进行了分株 然后分成了两盆栽种的 那么这两盆栽种的时候呢 我就做了一个试验 就是其中这一盆的话呢 我是给它在盆土里面在栽种的时候呢 给它埋上了一点这个101这个活力素这个颗粒型的 那么现在呢 已经一段时间过去了 这两盆都已经浮盆了 虽然两盆都浮盆了 但是呢 现在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这一盆呢 虽然已经浮盆长势也非常的好 但是呢 它没有长芽 而这一盆呢 我是用了这个101活力素这个颗粒 那我当时呢 是直接给它拌在这个土壤里面的 那么现在它不仅浮盆 底部啊 还长了两个新芽出来 再看这边一个 这边一个 两个新芽长了还是非常的旺的 那么为什么使用这个101可以起到一个触芽的效果呢 其实是因为这个101啊 它这个颗粒型的呢 它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活化土壤的效果 很有效增强植株的这个抵抗力 然后可以让它更快的长新根加速浮盆 还能够有效提升植株体内的这个细胞活力 让它能够坏速的恢复生长 那么它后期啊 生长速度快了 自然呢 就能够很快的冒出新芽出来 这个101颗粒啊 我们除了在栽种的时候拌土之外呢 其实我们平时也可以给它在盆土里面 就像平时这样子给它在里面拌上一点都可以 它可以让这个植株啊 生长更为旺盛 特别是一些长势不好的植物啊 后期呢 能够更快的恢复长势 青色两盆除了长新芽这一盆 就是放了101之外呢 它们的盆土还有这个养护环境的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个101呢 可以促进植株生长啊 触芽的效果呢 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 好了 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